儿臣给黄阿娘请安 皇嫂万安 有书长公主安 坐吧 谢黄阿娘 黄阿娘 天气燥热 儿臣给黄阿娘 准备了燕窝雪梨爽 还请黄阿娘一尝 难为皇后的一番心 哀家心里火烧火燎的 再好的东西也吃不下 黄阿娘牵挂端书长公主 皇上和儿臣的心思 也是一样的 皇上这几日 在秦镇殿议事 议的就是准格尔之事 准格尔之事 有什么可在议的 达瓦齐拥兵自立 杀害儿父 乃是乱臣贼子 怎得皇帝不早早地 下令出兵 平定准格尔内乱 儿臣身在后宫 怎敢置毁前朝政事啊 后宫不得干政 好啊 你是国母 是皇后 哀家 不与你谈政事 那就谈家事如何 阿臣昔耳恭听 横辍乃哀家长女 先前下嫁蒙古 是为国事 哀家心里再不舍 也不能阻止 可如今 横辍丧父 哀家只是想把自己 以够悲苦的女儿接回宫中 安渡余生 哀家的这点为母之心 皇后啊 你能懂得的 儿臣懂得 儿臣也已为人母 懂得皇阿娘此心 皇阿娘只是想与皇兄 说句母子话 这个心愿 也请皇嫂能够带给皇兄 皇阿娘的意思 儿臣明白了 皇上 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要不要喝点甜汤 奠一点 醉里发苦 吃不下 那画着圈儿的 是准戈尔布和韩布 韩布与达瓦琪亲近 若是我韩布暗中支持 达瓦琪没那么快 就兵变夺权 若是朕打准戈尔 韩布出兵相助的话 那可就棘手了 那皇上要打这一仗吗 这一入下 江南各处 就保水患 这休堤 赈灾 都要花银两 哪还经得起这战事啊 更担不起 准戈尔和韩布 两处的战火 端书掌公主在嫁之事 皇上忧心 皇额娘也是 这与其两项礼互相猜测 倒不如把心里的话说个明白 皇娘来找你了 朕的心里为难 不想接皇上 不想接皇娘 心里为难 是皇上已经拿定了主意了 朕能和前朝大臣说的事 也不怕跟皇额娘坦白 若若皇额娘比前朝大臣知道的还晚 那就有违了皇上 仁孝治天下的本意了 但若是朕 说出的话难听呢 只要是真心的话就好 刚泡好的碧螺春 皇帝 喝口茶再说话吧 喝口茶再说话吧 皇娘 儿子来 是为了达瓦齐 求去横淑妹妹之事 皇帝既然开门见山 那哀家就直问了 这件事 皇帝打算怎么做 横淑妹妹尚年轻 儿子认为 她不该孤老终身 达瓦齐骁勇善战 有勇有貌 是个可依附的人选 皇帝 皇娘 要是国库充盈 朕会贪开手 不顾一切地去平定转根儿 但如今 水患连绵 贪官祸国 局势未定 的确不是 勇兵之事啊 横淑妹妹委屈 朕的心里 也是苦啊 当年卫报社稷安定 哀家心里再不舍 也只能让横淑远嫁准格儿 可如今她夫君已死 皇帝身为兄长 不接回身处内乱之中的妹妹 还要她再度远嫁 还驾驭杀她夫君的仇人 这置皇家的颜面于何地啊 身为公主 婚嫁 只为保社稷安宁 咱们满洲也有在家的习俗 当年 董厄氏也是在家顺之爷 才成为皇贵妃的呀 彼时大清刚刚入关 魏顺民俗 如今大清建国百年 难道还要学关外那些 未开化之时的遗俗 让百姓们在背后嘲笑我们 还是未开化的模样 睡在京城的地界上 还留着满洲地窖的习气吗 朕也想迎回妹妹 可如今达瓦齐 在准格儿深得民心 得轻贵的拥戴 他已暗中和边地韩不勾结 若是贸然出兵 比极了他们联手出击 会成为心腹大患哪 所以你要女人 唤你江山安定 江山为要 你嫡亲妹妹 就可以弃之不顾吗 你果然是个好皇帝 好皇帝呀 皇娘的指责 这话儿子无话可说 可皇娘想想 如今恒绝妹妹 被软禁在准格儿 若是咱们贸然用兵 惹及了达瓦齐 以致恼羞成怒 毁了恒绝妹妹的民间 甚至把她给杀了 那又当如何呢 你是皇帝 大可以对达瓦齐虚与伪 或安抚或和谈 让他们暂且放下戒心 无论如何 哀家要恒绝立刻平安回来 不能在那危险之地待着 达瓦齐不蠢哪 如今恒绝妹妹 是她手中重要的棋子 她不会轻易放走她 如要安抚她 只有答应她的请求 那就派兵除了这个肘叶之患 夺回恒绝呀 那更是万万不可啊 皇娘 若是开战 咱们赢了 达瓦齐会拿恒绝妹妹卸分 若是咱们输了 她更会拿恒绝妹妹要挟我们 不到赔阴陪地 她是不会罢休的 所以啊 你还是怕打瓦齐 要用恒绝来要挟你 让你付出其他的东西吧 如今 你不费一兵一卒 就换回准戈尔的安宁 你自然是啃的 真可怜劲的 这宫里的女人 即便贵为公主 也逃不出受人摆布的命运 皇娘 孝贤皇后是朕的发妻 当年蒙古求娶和亲公主 她也是小语大义啊 皇帝有这样的贤妻 朕是皇帝的好福气 哀家无忧 一辈子只得了两个公主 也帮不了你皇帝千秋江山多少 如今皇后再度遇袭 若得个公主多好 以后可以为你远嫁边地 安宁江山 胜过你的百万雄兵啊 皇娘 皇娘息怒 皇娘息怒 儿子只希望皇娘明白 您是大清的皇太后 一切要以国事为重 这就是当年哀家选的好儿子 皇娘息怒 好皇帝啊 奴婢恭送皇上 臣妾给皇上请安 起来 你怎么来了 皇上拜见皇额娘 臣妾放心不下呀 皇上 朕想和你说说话 横托是朕的妹妹 有时相伴 兄妹情深 可这些 征战沙场的将士 何尝不是母亲的哀子 家中的兄弟 他们何尝不是用自己的性命 守护着大好河山 朕没办法 如果 牺牲一个公主的婚姻 能让大清的男儿 少些抛头颅 洒热血 少些无味地牺牲 那么朕 也只能这么做了 皇上 可皇娘不会原谅朕了 皇上确实有皇上的难处 可皇娘不会原谅朕了 从旁的地方竟效 总能弥补一样的 难了 朕总是血清元宝 孤家寡人 朕总是是还生了 朕总是最后事 朕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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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门